M1艾布拉姆斯坦克是美国第三代主战坦克 从1980年开始服役以来 历经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一直是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地面装甲作战的主要力量 该坦克以高度灵活机动舰长 配有复合装甲和高科技电子设备 打击精准、抗暴性强 为美军专为现代多地形地面作战而设计 被称为全球最佳主战坦克之一 美军从冷战期间开始研制这款 对抗前苏联重型坦克的新型坦克 开发型号从M1、M1A1进行到最新的M1A2 由于冷战结束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作战实力 一直没有得到实战方面的大规模展示 直到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 M1艾布拉姆斯坦克才大放异彩 1991年2月26日 美军第二装甲骑兵团和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 精锐机械化装甲旅 在军事地图坐标为东73位置的伊拉克沙漠展开厮杀 双方坦克数量悬殊 但战役结果是美军坦克以零损失的代价 击回90辆伊拉克坦克 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威力 开始获得世界军界的瞩目 本期专访这场东73战役的指挥官 道格拉斯·麦格雷格 以他亲身经历 回顾这场被称为 20世纪最后一场坦克大战的经典战例 他还对我们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如果当时伊拉克装甲旅 集中攻击美军坦克的一个致命弱点 战局可能从险 1991年2月26日 麦格雷格率领美陆军第二装甲骑兵团的第二中队 美洲师中队 向位于沙漠中的伊拉克防线进攻 他率领的18辆坦克 面对的是伊拉克100多辆T-72主战坦克 严阵以待的伊拉克共和卫队 以及影响前进视线的沙尘暴 麦格雷格麦格麦下的美军M1A1坦克射程超过2500米 而伊拉克的苏式坦克射程低于2000米 这意味着M1M拉姆斯坦克可以在伊拉克坦克进入其射程之前就先开火 这在开阔的沙漠环境下 给予美军绝对的优势 我们做得很出色 但是请记住我们有很多的优势 首先我们对燃料的使用非常小心 因为坦克的涡轮发动机不到8小时就会耗尽燃料储备 尽管这样 从生存角度和火力角度来说 我们的坦克发挥的